自媒體人毛慧斌因在微信公眾號發表了幾篇 唐山大人事件的文章和錄像 8月9號在河北恆水家中被當地警方帶走 已交給唐山公安局陸北分局刑警大隊 15號 家屬收到刑事拘留通知書 毛慧斌被指控涉嫌尋行滋事 關押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 17號 毛慧斌的妻子王慧蒂告訴新唐人 上午律師到唐山 但沒能會見毛慧斌 王慧蒂發視頻說 王慧斌是一個正直熱心的公民 為唐山的四個受害女孩發聲 卻遭到不公的待遇 被安了莫須有的罪名 王慧蒂還質疑 從恆水到唐山四百分之間 他也不公的待遇 又是追擊再逃犯 他也不公的待遇 被打的女孩發了聲 替他們聲援了一下 然後你們就擺這麼大陣仗 說我老公是在逃犯 又是追擊在逃犯 又是抄家 還威脅恐嚇我 讓我刪了照片 王慧蒂還質疑 從恆水到唐山四百公里 毛慧斌被抓當天晚上十九點 就被唐山警方接走 隔天下午才到刑警隊 而他和家人開車到唐山 到刑警隊只用了六個小時 民警說你們當天晚上就回了唐 就回唐山了 結果 直到八月十號的下午三點 你們才到刑警隊 這中間二十個小時 你們去哪兒了 還有 為什麼不把我老公的衣服還給我 我有理由就此 懷疑你們動手打了我老公 而且還下了盆手 據保護記者委員會的記錄顯示 6月後前往唐山報導打人事件的記者 都遭到當地政府的阻礙 包括被唐山警方騷擾和拘留 該會要求當局立即釋放毛慧斌 並放棄對他的所有指控 新唐人記者熊斌 中原採訪報導